哈啰 我是草苗Nioです 今天來介紹一下蒼虹的迴響這個活動的重點 首先是星團的部分 星團增加兩金兩紫兩藍 重點可以建造的部分就是天成、竹柄、棋風還有納科 加克雖然可以建造他也可以打撈 他甚至還可以點數兌換 卷波是累積的報酬 再來棋風、建造他也可以打撈 所以你這次要建造的目標就是天成、竹柄還有納科 如果你是全都要的人 所以一進一指一藍 算是所有建造活動裡面角色數量最少的 所以應該可以省下不少的方塊才是 再來積分兌換 剛剛說了加赫可以兌換8000點 那如果你全部都要換完的話 總共要換到4萬多點 那如果你是重點角色換一換的話 換個角色、換個科研圖 紙菜換一換、核心換一換 大概2萬到3萬就可以全部換完了 這個活動其實要換完不難 再來看一下困難的關卡條件 換個角色從C圖開始就是到了75級 那D3已經要大於100級的難度了 那因為台版已經開了120 所以平均超過100級應該不是難事才對 只不過這邊後面越難的關卡條件越高 這邊D2已經要包含航空超過1200 它數了兩個戰艦跟戰巡 那剩下的位置你可能要多放一些空母 上去才能補充這個航空值 那D3累積1600 那也是綁了兩個驅逐 所以你要多放一些彩棒 來達到這個初級的目標 一樣我們D3有這個通關後會有獎勵 再來各關卡點數在這邊 其實我也不知道台版會不會實裝這個內容 因為我們都知道 A圖跟B圖每天都會有三倍的獎勵 那其實那時候日版有一個政策是 C圖跟D圖也有兩倍的獎勵 每天都有兩倍 所以如果台版很佛心的話 也給你這個通關獎勵的話 加上我們每日的任務 其實你的分數自然而然很快 就可以超過兩萬以上了 不用什麼肝就有兩萬以上 那這邊推薦打撓的部分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很推薦你去B3打撓這個C0的主炮 這個主炮給戰艦用很好用 C2也有備野炮 C3有波浮斯對空炮 如果你正在推12張的人 如果又缺少金對空的話 這個波浮斯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假設你都不缺裝備的話 那你去D3打撓這個夾鶴 或是增加你的點數 來兌換所有的道具也是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角色 首先介紹天城 天城有三個技能 第一個輔助技能 他存活的時候 所有敵方的炮擊雷擊 航空屬性都會降低9% 這不只是在演習 連在推圖都可以降低對方的能力 那也因為降低對方的能力 所以他打到我們身上的傷害 也都會減少 就帳面上來看 平均大概我們獲得 全部的傷害會降低 大概有7%左右 他連燃燒的傷害都可以降低 這個技能非常可怕 降之打擊 尤其是在打演習 好 那第二技能是防禦技 他如果存活的話 我方的主力艦隊 受到點燃傷害 還會再降低15% 那迴避率還會提高10% 我方主力是提高迴避率喔 不是迴避值喔 這10%可以讓後排變得非常非常的彈 而且燃燒也會降低很多 所以一般在推圖被點燃也會降低 那炮擊主機也被降低 所以整體的燃燒點燃降低 大概就可以減掉20%的傷害了 那打演習的狀況也是一樣 對方打我後排也不痛 這隻角色在演習場非常非常的bug 還記得我們以前在講演習的變化嗎 以前就是吃喝場嗎 後來有了美國體系 還可以稍微克制一下吃喝場 接下來就是天龍門的時代 天城、長門、飛龍 這些就是天龍門 那前盤你要配個雪風很坦 那諸諾我想應該大家都會有 那背法或是其他的組合都可以 這個組合長期霸佔了演習場 直到現在的日版 也還是天龍門的時代 足足霸佔了兩年之久 即便是後面出現了這個驗戰改 或者是後面出現的科研二級 都還有天門的影子在 就是天城加長門 這個組合是萬年不變的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紅色技能 紅色技能就是簡單的彈幕技能 不過有70%這麼高 這個技能是包含了跨射、平射還有魚雷 而且這個跨射是鎖定跨射 不論他在什麼位置 敵人在什麼位置 他都會有個鎖定的跨射過去 那平行的射擊就是他前方屬性的平行射擊 所以他在上下的位置 就會在上下的位置射出平行的子彈 那跨射是會鎖定到不同位置的敵人 這在打演習的過程也是一樣 他不見得只會打他前方的敵人 那跨射是可以跨到對角的敵人去 那只是平行的子彈只會打他前方的敵人 那魚雷也是一樣 魚雷也會鎖定不同的敵人 所以他在演習場即便是他的對面角色死亡 他的跨射也不會浪費掉 不會像我們像什麼華盛頓啊或是君主啊 他前排的人死掉之後他的跨射就再也沒有任何的用處 那天成除了防禦很強之外 他的跨射其實也不會有任何的浪費 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演習場這麼霸道的一個原因 這個防禦技能不只是不吃寵鷹 他也不吃旗艦 他再放在了劍也可以 而且也是戰巡稀有的劍種 真正好用的戰巡真的很少 所以這個戰巡非常非常的稀有 真的是一定要抽到這個天成才可以啊 如果你不抽到的話 你要等復刻就等下次了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天成的演習裝備 基本上410 STAG應該都不用說了 再來SG雷達增加命中 還有我的油壓朵 你沒看錯天成戰劍帶油壓朵 因為他的生存非常非常的可怕 前面講的技能增加了他的迴避率 點燃也不會痛 那只要他在場上存活的越久 對方的火力越是被壓制 所以你給他多一點的生存 比多一點的火力來的有意義多了 他只要存活越久 對方的火力就是越施展不開來 而且他自身也有火力也有彈幕 這些彈幕是還是紮紮實實會打在對方的身上的 所以存活越久對於天成這隻角色 在演習場裡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如果是一般推圖的話 你就改成這個白彈就好了 因為增加命中嘛 甚至你可以把金雷打換成金火控 可以來一個快速解決精英怪的一個模式 好接著是戰劍加合 戰劍加合也很簡單 他兩個紅色技能 一個是發射魚雷 這發射魚雷跟我們的提爾筆字一樣 時間一到他就會發射魚雷 再來另外一個也是主砲的彈幕系統 開火有50%前方發射一輪跨射彈幕 這跨射彈幕其實跟我們的華盛頓也是一樣 自身前方的跨射彈幕 他只會自身前方 所以你放在瞭劍 他也只會放在上下不同的位置 所以他只能站在旗艦位 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輸出 他雖然說他是戰劍加合 不過你配合刺程一航的時候 他也會發動這個一航戰的BUFF 增加他的航空值 所以一個戰劍加合配上一個航母刺程 他們兩邊的輸出就比較平滑了 因為刺程會先起飛 那後面再補上加合的炮彈 所以這樣的輸出非常非常平滑 只不過硬要說的缺點就是他的彈幕 50%不是很高啦 看臉的 那裝備也是一樣 C10然後STAG 雷達跟白彈 這都是彈劍百搭的一個裝備技能 好接著是捲波 捲波就是傳統的日本驅逐嘛 所以紅色技能提升自身的炮擊輸出 這個對於日驅來說非常的激熱 根本不用練 因為日驅的火力就是很爛 那再來就是魚雷刺發 他有機率會再發射一輪魚雷 這蠻看臉的 基本上這隻角色坦度一般 火力其實也是一般 沒人打演習啦 推圖算是用愛發電型的 如果你喜歡獸耳羅莉的話 那這隻不妨帶回家吧 好接下來是竹餅 竹餅是個重巡 是雷重巡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高雄的短板 那他也有機率觸發一個彈幕 這個時間內會提升砲擊 而且對這些巡洋劍有額外的傷害 不過10秒提升砲擊 重巡的發射速度又很慢 所以這個提升傷害的效益其實不高 那看在他有泳裝的份上 我覺得用愛發電是可以的 那一樣重巡的彈度還不錯 火力也不錯 沒有在打PVP的 那推圖就是高雄的短板 防空一般 再來是納科 納科其實就是跟川內一樣的清巡 他都一樣他們都是帶水雷戰隊的這個BUFF 水戰隊BUFF就是所有的驅逐巡洋 雷級裝填都會提升 所以他不可能跟川內一起上場 因為兩個技能是一樣的會相撞 那如果在同樣的油耗底下呢 一般來說你選川內改上閃還比較好 因為川內改他的屬性還比較好 那前面還有神通 那第三個要雷爆隊的話 你只能選靈波了 所以理論上很難帶納科出去 除非你想要把川內級這些姊妹劍都帶上場的話 那也是可以的啦 也算是用愛發電 那坦度一般火力也一般 基本上都是推圖在用的 對空其實清巡就還不錯 最後是我們的奇風 奇風算是蠻特別的一個驅逐 他可以降低後排阻力劍的傷害 那自身的油耗也非常的低 他雖然是藍皮的驅逐 不過他跟白皮驅逐是一樣的友好 因為這個風級的驅逐都差不多 神風松風他們都是降一油耗的 那坦度其實沒有很好啦 火力也一般 只是能夠保後排 除了這個屬性之外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亮點 主要的亮點應該就是 他是算稀有的眼鏡娘屬性 如果你是萌眼鏡娘的話 那他帶回家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啦總結一下這次的重點 首先你的目標就是使命抽出天成 抽天成抽天成抽天成 就是天成 我講三次很重要就是天成 有天成跟沒天成就是兩碼子的事 那第二個目標 其實這次活動沒有什麼特殊的裝備 那如果你有缺什麼特殊裝備的話 像缺貝野炮缺撈貝野炮 那如果是缺博弗斯就去撈博弗斯 沒有什麼一定特別要撈的 這次的點數其實也沒有太多的點數壓力 換完角色換完科研圖 4萬多點如果還有額外的bonus的話 基本上要換好換滿 不是非常的難 那你把角色科研圖換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可以鹹魚了 功德圓滿 等待下一次活動了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活動的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你了解這個活動 還有角色的定義 那我是草苗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